高烤即将来临 烤生的饮食很关键 既不能太上火 又要保证营养均衡 今天这道菜刚好很合适 准备一只嫩欢鸭 平时也喜欢做菜的 点个爱心 收藏视频吧 砍完洗净之后 下一把盐 加少量的味精提鲜 搅拌均匀 腌制半小时 准备12个鸭蛋洗干净 倒入冷水至鸭蛋的二分之一处 把鸭肉平铺在上面 在高压锅上汽之后 开最小火压十分钟 记住全程用最小火 开盖这瞬间香味扑鼻 底下的鸭蛋也可以很好的吸收鸭肉的营养 还有一种做法是完全不加水 但是比较上火 煮夜每道菜都很详细 不知道吃啥 关注我随时来找活菜谱 剥开蛋壳 给你看一下 里面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么简单的视频 你要是在学不会 我就带着鸭子去你家找你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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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